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早上好今晚,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张寒 在本期视频我们回来走进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Great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Mastering Finance 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管理学院以及金融学硕士校 说到San Diego,这个圣地亚哥想必 我不想说留学政府嘛,我想必很多中国的中国人 咱们没啥旅旅游啊什么的,可能大家都不陌生这个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有什么呢?当然了,圣地亚哥有这个Use San Diego的学校 对吧,我经常不聊到这儿,圣地亚哥还有什么呢?阳光,沙滩,度假,游艇,豪宅,妹子 对吧,什么都有,就是可以说是这世界上什么样的好事基本都往他身上安了 什么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其中一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温度的城市,其中一个最干净的城市,其中一个最适合度假的旅游景点,全球都上榜的,对吧 可以说是人间,有一个词叫paradise,什么叫paradise,人间的天堂 是吧,这是按照中文的博大精神叫桃园 世外桃园,还是怎么说的中文,绕不过来了 反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旅游,度假,还有就是整个一个可以说是富豪云集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同样坐落一所全球知名的大学,UC San Diego,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享 我刚才注意,我刚才用早刚说的是全球知名的大学 就能看我视频呢,不管学生还是家长啊,可能会说,为什么我没有说全球知名的商学院呢 我们快来看看排名,UC San Diego,US News给出了2022年啊 Universal California San Diego Ranked 35 National Universities,全美大学排名35名 哇哦,很高啊,综合排名35名,2022年,对吧 QS News排名,全球大学排名54名,全球啊 大学中央实力很强,又遇到了这种尴尬的情况了 就是大学的中国实力很强,商学院呢,很一般 为什么说很一般呢,2020年US News给出了商学院的排名 排名第87名 基本上过100名的商学院,可能在我视频里都会顶不到 我当时也是被迫的,就是说,我也不能总说前50商学院啊 然后就录了录了录了前100的商学院,87名的商学院 part-time兼职的MBA28名,兼职MBA 兼职MBA是什么,又不是全职MBA,对吧 包括是企业家学院全美30名,企业家学院完全我觉得是这样的,加入了光 没了,就很悲惨吧,就是商学院就很一般,对吧 那么,为什么今天说到UC San Diego这个Rillion呢 这个管理学院是被很多的学生提到的 其实更多是本科的学生提到的,倒不是很多研究生学生提到的 为什么本科很多本科学生提到的呢 UC San Diego啊,就是这个UCSD大学这个这个商学院 他因为我其实叫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却不准确,因为他只有到研究生级别才有管理学院 他实际在本科是经济,他本科是指教经济的,并且他没有本科没有商学 这加州很多大学的一个开车的一个方式 他为什么本科只教经济学,包括很多加州,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都加州的分校里面,本科都没有开车商学 都是只开车经济学,为什么 我有谁在问自己,为什么 所以加州的教育理念啊,这个加州大学的体系教育 连续为本科商科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 而经济才是商业运转的,可以说最基础会最底层的一个,也不是最底层,就是最底层不是说不好 底层就是地基,地基型的这种这种这种知识性理论 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在UC San Diego这个瑞列这边这个金融学项目里面看到 大量的叫实践内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实证内的金融学的理论的应用 也就是说不光是经济学,还是一些经济学的模型啊,经济学的论证啊 包括他的教育的方式跟很多我们看到东海和其他的商业不一样 很多商业的理论是什么 Let's talk about business,我们来讨论商业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nagement 管理学,我们来管理别人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但在San Diego里边,虽然它是叫Ready School of Management Ready的管理学院 但更多的里面有很多的经济学的原理,稍后我们就能看到 开始之前呢,把节目切给大家之前呢 我们来跟大家说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历史吧 San Diego有词怎么来的 有的人说我这个San Diego 我身边很多朋友说我这个San Diego这个词你咬的不准 他说非里面称San Diego 我说扯什么蛋呀,对吧 这本来就是美国侵略墨西哥从墨西哥人上弄出的地 这个San Diego就挨着墨西哥边界 再说了,这都是西班牙语 不服是吧 来,我们一块听的San Diego这个词是为了纪念这个人而来的 这个词的西班牙语怎么念 San Diego de Calatinais 我反正听不懂,西班牙语 San Diego de Calatinais 西班牙语 所以说这本来就是美国当年侵略墨西哥拿到了的土地 所以说他就,你会发现 在加州很多很多的城市 不是什么San Diego,San Francisco,San Z等等的 都是各种的,都是用San这个词开口了 为什么?他都是当年他里面引用的一些西班牙语进来 好吧 说完这个,我把屏幕切给大家 我们一会来看看 来走进这样一所在阳光沙滩的旅游胜地的顶尖的 知名的世界的大学的和其中非常一般的管理学院 好吧 一个,以及开了一个非常一般的金融学的项目 来看看他开的怎么样 大家现在看到了呢 就是UCCC那个Rainless School of Management 管理学院的这个项目 金融学的项目 虽然开了一般吧 但是中国留学生依然,依然愿意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学校快被,这个学校快被亚,亚裔垄断了 为什么呢 首先很多人就是富二代嘛 很多富二代在家中 很多人也想过一个好的生活呀 我没事 我疯了我去波士顿冬天扫雪去啊 我没事 我疯了我去纽约人几人呀 我要什么呀 我要的是阳光 我要的是沙滩 我要的是冲浪 我要的是游艇 我要的是妹子 对不对 有钱的地方就有妹子 对不对 我这个,这个不是开玩笑 之前我一个学生转学非要去加州 我说你,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去加州呢 他要去加州有一个分享啊 他为什么要去加州 他说 那富二代多呀 我出国我就要进这个圈子 我说啊 我说那我也不拿着呢 对吧 大家靠视频我也知道 我认很中立的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嘛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 对吧 我也不想说 加进富二代圈子有难和简单的那个事 这留给大家去讨论好吧 我就说这么一个地方 这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这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这个上学就跟度假一样 好吧 而且还不是说像在帕布大那种度假 叫帕布大英大学 这个还是就在洛杉矶旁边 而且三天国有很多的中餐厅 这就是要吃有吃 要喝有喝 要阳光有阳光 要天气有天气 要沙滩有沙滩 行了不用我说了吧 是个好地儿好吧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这个项目开的怎么样 而且学校还不错 中牌三十多名 你想 中牌 拿个学历 回国还能喝喝茶 去去去去单位 过过一辈子对吧 所以说 完了我去过很多次三年 我那那个地方的华人 我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大部分中国的卫生 这要不公平 就是还是 豪车非常多的 像什么 马拉伊地 什么什么马拉伊地 马沙拉伊地是吧 马兹拉里 张嘴就是马拉伊地了 马兹拉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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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 别摸我呀 那都是标配好吧 我来看看这个大学项目开的怎么样 首先呢 Math of Finance 整个的金融学的项目 我们先来看看他介绍吧 先别看他的课程 先看整个项目的介绍 Math of Finance OK 看这照片后面全是亚裔的面孔 这个高等教育给到了21名的排名 我啊 我这一开始我还没有预料到 我们来看看这项目怎么说的 The SDM-designated Math of Finance Program by the UC-signival risk of management prepairs graduate to take significant challenge fac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SDM的专业 也就是说国际生毕业以后 延长了工作的许可 顺便说一句 这是有一个学生问到了 他想去这个大学 然后说想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 好吧 他这个项目跟另外有学校的项目对比 如果你正好也看这期视频的话 你就知道 OK 我是因为你那封邮件 我录的最多大学 好吧 跟你说一声 Ready Master of Finance Gradual has created position with organizations as Goldman Sachs JP Morgan Chase 哇 我都不念这些名字了 这就是 这也就是说 他们整个这个像毕业的金融学的学员 都去了世界上顶尖的大的公司 什么UBS Multi-capital bond management Phoenix-managed 这些都是顶尖 顶尖一些投资的金融的公司 好吧 首先这一点很多 我STM专业学生毕业以后 有一个延长OBT的 也就是增强了他的工作的许可 OK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词 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叫做The Home of Echnometrics 这个是金融学 叫这个词 我还开始之前专门 拿中文查了一下 这个中文的具体的说法 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 伎量经济学 伎量经济学 也就是说 它其实你们教的 就是因为经济学模型 经济学理论 和经济学的一些 反正是量化的经济学方面了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项目 非常 这整个包括管理学院 就是Ray的管理学院 和这个项目 整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突出点 就看这个重点 它提供的这个 Mass of Finance金融学项目 是什么 重点代理点 Empathize on quantitative aid methods 量化的方式和empirical work 实证的 and financial econometries 和金融经济学 和金融计量经济学 和实践实证内的金融学 也就是说 说的都是一些高端的词 简单而说就是量化了金融 和量化了经济学 以数理化的理论来教 经济学和金融学 OK The U.S. 再念一个是Retraditio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etries Economy 这个词好难念 这个词经济学的economy 经济学 经济叫economy 经济学叫economics 它有不同的 不同词 不同发音 然后这个词念 echo 就是有点像Amazon Alexa 别也叫echo economatrix matrix 大概就这意思 好吧 我念的不标准了 对吧 我们来听听听听 听的专门念法 Economatrix Economatrix Empirical Finance Economatrix Empirical Finance 计量经济学 和实证类的经济学 我是有时候 被经济学这几次搞懵了 一会是economy 经济学 什么经济性的 什么 不管呢 好吧 理解什么意思就行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这就还是重点 以 以计量经济学 和实证类的金融学 为教育的理念 这跟 我们之前看的 所有的商学的大学 的金融学的项目 交法的理论 和丘远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种uniqueness 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点 OK Some of the most why use Empirical method devitable from the research of UCSD 的Faculty 教授 建立了这种 实证类的经济学 模型的理论 都是被广泛应用的 有点跟金融工程 金融工程所挂边 所以说也就是这种量化的这种和实证类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种 我没有看到的是它的吹嘘 而我闻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稳定的就业的能力 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空格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空格啊 我每次跟大家看这个视频 看那个网站就找空格啊 你看一个这么大的 大学的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一个标题这个地方居然多大一个空格 就这你还教学生专业商业专业度呢 Faculty shift our faculty shift industry 他们的教授 你看包括 Our use leading edge method for analyzing big data 大数据和金融的角色 of big data for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and risk matter 风险管理 这样的话 我虽然是学商的 很多学商的人 有一种天生的 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就是迷智的骄傲感就是看不起学经济学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 虽然我自己也有点 但是这不好 就是觉得有些学商的人就是 但是我一直对经济学非常有一种敬畏心 敬畏的心理 为什么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哪来的商业里面的一种迷智的自信感 而这个自信感在美国这个商业体里面非常普遍 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是学商的 你只是一个学经济理论的人 就老一种态度 其实说白了说句不好听了 人家学经济理论的人 研究那些东西 可是咱这些学商的人 搞不懂了 所以我对经济学的人 一直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MBA 我们只会在那 只会天天在那巴拉巴拉 只会说 只会管理 只会薄人 说句不好听的 可人家是什么 人家研究经济学理论的 人家可是这么拉紧能做那 说那你拿过来讲 经济学模型的人 你是给这些MBA的人 没有一个能做到那 不许能算得出来那些经济学理论 和那些经济学模型的吧 所以应该有点敬畏心理 我一直对经济学 其实很有敬畏心 敬畏 就是我真的有尊重和敬畏 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真的是 我们就是很难的 你看我们一说商人 商人 学商我们叫做商人 人啊商人 可是我们学经济学的 我们很少叫做经济学人吧 我们叫做经济学专家 think about it 仔细想想 所以这个项目呢 说个题外话 就是说经济学有多重要 你看他用量化的方式 和经济学来研究这个 整个的金融的这个理论 真的是真的是 其实挺厉害的 他去了哪 你看毕业以后 学生去了financial analyst 金融分析师 investment analyst 投资的分析师 business analyst 商业分析 senior data 数据的高级数据分析师 research analyst 研究的 research and insurance analyst 风险管控 那些很多学经算的人 头部都掉光了 那我这个不是啊 我这个是他不长的 基因遗传的是吧 但是很多很多年纪轻轻的 三四十 三十多岁的精算的人 头部都掉光了 很难的 要有精卫心理 风险管理很难的 包括应用数理化 应用数学 量化数学 statistical analysis supplied mathematics 那些东西 那些我们搞不定了 你看到去哪些 这有中国银行 你看 JP Morgan 学生去的 Morgan Stanley 或者康 包括阿里巴巴 去了都去了一些挺大的公司 好吧 我们来看看他开什么课程 教你应该是挺硬核的 the program emphasis rigorous training empirical finance coordinated method financial econometries and data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 你看其实教的就是 其实有点金融工程的感觉 发现没有 empirical finance 实践正式类的金融项目 这两个词 我再说给这个整个这个项目 来回中国这两次 我这个这个经济学词 我念不准 那我就来听听官方怎么念 Econometrics and empirical finance 不会有学梦 对吧 Econometrics and empirical finance 计量经济学和实生经济学 所以说这个这个真的是 这就没有这我都没有感觉 他们在教商科 我感觉他们在教经济学 the program satisfied for growing demand for graduate who are able to understand implement financial models innovate and implement to improve upon current empirical method using structured and not structured data 去利用数据 包括是unstructured的和有规则的 或者有框架和无框架的数据 empirical empirical method 和这个现在的这种被 正在被使用的这种 实证经济学的这个分数 真的是很难呀 the math finance program is 52 unit 52个工程 52个学分 这比一般的大学学分教的多多 STM designated program和STM的专业 the curriculum consists of four core courses a four unit elected courses a four unit capture this also manager per terms orientation prosement two weeks before the fourth semester 然后整个做课堂的方式 看多开什么课堂 核心课堂 financial accounting金融会计 金融会计是很正常的 这是因为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 第一个课堂都是金融会计 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会计是给一个整个大 整个学生上科的一个经济 和金融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理论 因为accounting accounting is a language of business 会计是金融的语言 对吧 investment analysis 投资的分析 advance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进阶型的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economics empirical method 你看上一块引用了核心课程 这再说一遍这个叫什么来的 这个叫做计量经济学和实证金融 这empirical的这种方式是到了 到了商科的PhD 到了博士 有时候才会用到这个empirical method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科研的这种能力 我们来看看看看这个选修的课程 所以这是四门技术课程 然后这是选修课程 business forecasting 商业的预判 behavioral finance 行为经济学 valuation corporate finance 但是说真的到这儿以后 倒是豪诚豪诚 豪诚没有交到什么经济的理由 都是跟金融学有关 你看行为经济学 valuation 这是一百大学都会开 金融的公司的金融评估 价值评估 rollistic 房地产类的merge acquisition and corporate structures 合并收购合并和公司的金融重组 new venture financial 涉及到创业家企业家去了 stochastic calculus and continuous time financial work 这个就拿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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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这个中文我用我拿英文学的金融学 英文学的MBA 所以这个这个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给大家看中文它叫什么 别我翻译错 叫随机演算和持续时间财务 或者叫什么随机微积分和持续时间金融 anyway 你能理解中文就想 因为我是拿英文学的MBA 所以我只知道它英文是大概什么意思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公司的金融的报表的分析 competition 计算内的金融的方式 所以说你看整个课程啊 可以说这些课程一直到这儿 交的都是软性的金融学的理论 比如说公司的金融评估 如果这些都要求的叫做business acumen 或者financial acumen 商业的名顾和金融名顾 而从这开始交的这些课程 都是硬核的金融里面课程 包括数据类的 collecting analyzing financial data 商业的金融的数据的分析和收集 包括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and using path 对吧 看见这个captown 毕业型课程 captown private financial product 应用金融项目 the math of finance capstone is product based course student completed product that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skills gainting math of finance 学生从金融学整个这个项目 真不是毕业型课程吗 所以学生从本身这个期间里面 学到金融学的这些理论 然后应用在这个毕业型的课程里面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应用的 still typically work in team of four 四个异图一般是 well research topic answers for me in the industry 给一个公司里面 在一个行业公司的行业里面的应用 Prestigious form of collaboration student suggesting topic and in many cases having guided research 顶尖的公司 Prestigious 就是顶尖的或者高级的 很好 意思就是很高贵的公司 很大 别吹了就是很大的公司 好吧 就是用了这个词 用了Prestigious 这就美国人 我就说日本人的工匠精神 然后瑞典人的什么做 你卖造车 瑞典人的能源 环境的尊重 美国人造车 美国人造车 有啥 就一顿吹嘘 说真的 为什么呢 当然 为什么这个词就说 Kanida 凯吉拉克 他不当时 我记得前两天 去年版的网站 凯吉拉克 叫做 The prestigious 叫尊贵的高级的这个词用 他都不叫lecture 一般美国的豪华 就叫lecture 他凯吉拉克非不用lecture 这词用了一个Prestigious 觉得是营操作 Firm collaborate with students Suggestion Telby in many cases Telby got research 来帮助学生来做这个科研 In this way 用这种方式 The firm getting out of students Uptain real industry 巴拉巴拉 说来说去就是 公司跟学生合作 一块做了个项目 看也都去了哪些公司 还有中国的PNR上海 Sacremantle 等等的 这是在上海 这是在香港做的 这是在伦敦做的 哪都有 反正做的还是不错的 Evidence 你看做的项目 Blinding activity Passive Fund Expended Duration Iberism 这算法 交易的算法 我说天啊可以啊 这个实践的课程 Long-run Long-term risk Mutual Fund performances 可以啊 Detailed course orientation 这课程加的整个非常的硬核 行挺好 一个非常硬核的 一个非常硬核的课程 等一下 热呀热死我了 汗都滴下来了 哎呀 我们看看整个学生吧 学生是怎么样的 学生的比例是 平均23岁 然后女性占了59 然后男性占了 男性占了41 好吧 女性占了59 男性占了41 我们来到这边 哎 因为底下那个网站那个地方设计到国家了 所以我只能在这边看 不让大家看见 然后 然后来自于 来自于这个 平均的GMAT是690分 然后GMAT是700分 矿 你看他的要求的他的 verbal 他矿的是84% 然后verbal是68 所以要求量化的能力是很强的 然后来自这个国家 因为他这个地方 大家自己去看网站就知道 他这个网站非把 非把那个那个某某个地区 非把他跟国家并列的 所以他到时候我要给他录进去 你们懂的他又不让我过审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就只能给他 不能让大家看见 我只能给这边给大家念了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大家理解就行了 就是基本上来自于就是中国 印度 美国 就是仨国家 他对吧 他非把成了点地区 非变成国家各的 其实里外里就是 都是对吧 然后快速的给大家看一眼底 底下的这个 这可以看 这来自于大学这个 没有显示那个 对吧 大家通过大学 其实也能看见 他都他都来自于哪些哪些大学 对吧 你看包括中国大学 亚里桑那州立 你看复旦大学 这香港的这个这个科技和经济的南开 你看这都有 对吧 我还有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 这都来了 同济大学 对吧 清华大学 所以说可以可以想象 基本上你看通过这个 就美国人中国人 没了 这个班里面 可以理解我的言外之意吧 OK 然后我们回到上一眼 我看看这个学费怎么样 cost and finance 家族大都应该不便宜 Followed loans students contribution pills It's fine here 就看一眼 2022年到2021年 然后 而且finances 12月到15个月给他想 12月到15个月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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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啊 多少钱啊 看一下 这个master finance self-supported program 2千 这是每个学分吗 2千 这是每个学分吗 2千 这是每个学分吗 大家能看见吗 这个招惠屏幕挡在这 一个金融学项目 要了 天啊 1260块钱一个学分 这还涨价吧 你看 这还涨价了 关键事 你看涨价了 快18年到20年 还涨价了 然后6万5 一个项目 一个数据项目 收了6万5 加州 我也是 也真是不便宜吧 嗯 然后呢 我提前在这个网站看了一下 这个网站呢 他没有给出这个 他没有给出这个学生的这个 他没有给出这个这个项目本身 给学生的就业情况 但是呢 我到这边到这边这个电脑上找 他拿给出了一个 我把这个拿过来 他给他给出了一个 他的MBA的学生的报告的情况 所以说他他那个 他为什么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呢 我想大家言外之意能听得懂吧 对吧 他那个项目基本上来自于 中国中国美国印度 仨国家 你可以想象美国人所占比例对吧 但是你看中国他的整个商务学院 他是一个非常一般的管理学院 他是排名八十多名的那个管理学院 对吧 能理解这个 能理解言外之意吗 就是你是过去拿综合排名的 就是圣地亚哥大学学历的 然后拿完了以后你是回国的 大概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回国你可以说 我是三十多名中排的 能理解吗 好吧 所以看来那MBA的能力呢 其实可以说是 说真的还还还还算是 在八十多名这个排名上面 还算是做的不错了 因为他其实他也受到加州的影响 因为加州本身他挣的 就比别的州多一点 就是税高 他税高不是睡觉的税 是收税的税 不是说你加州睡觉睡得错 是税收高 然后平均八万四的工资 然后median平均是八万七 所以说这个 从过MBA这个能看到这个学校 其实做的就是商圈 真是一般 为什么我说一般呢 加州挣得多 对吧 那我给大家一个横向对比 加州UC Berkeley 伯克利分校和UCLA 他们MBA这个地方至少 至少是十二万十四万的样子 平均十二万十三万十四万 所以说这么一对比 都是加州分校你就知道差距了 他毕竟是80多名的管理学员 对吧 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 Intership Intership还可以平均每小时才挣 26块钱 开个Uber都不是这个钱 还可以吧 好吧 我把这个屏幕切回来 27分钟跟大家说了 28分钟跟大家说了 再跟他唠叨两句 说了一个UC San Diego 管理学员金融学校 每个学生问到了 我能理解 这就像我昨天给大家录那个视频 是一个道理 就是Kernigan 不是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布金大学昨天录了 一个道理 就是 钟牌很高 30多名钟牌 而且 说真的 国内 在中国 谁搞得懂 加州这分校那分校 可能学上满孩子们这一代人 可能80后90后还能搞得懂 对吧 但是 有的时候父母送孩子上学是父母要面子的 父母40后50后60后70后他们那搞得懂 他们只需要跟别人吹嘘是 老王啊 我孩子去了什么加州的大学啊 你知道吗 加州的大学 他其实也搞不懂这分校那分校 这也是 但是中国这个面子的话 就在选择 选择大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 对吧 还有就是钟牌30多名 他可能也不关心 上圈排名 他关心的就是 钟牌 钟牌30多名 全球50多名 钟牌是会卡你的 你在国内 国内的就业他想卡你的 他这 这就业环境不一样 你在美国的就业是你技能为导向 因为国内他还是 他没有就是他毕竟跨国了嘛 你想想他跨国了 已经做了 中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 他都跨国海外教育了 对吧 你说真的你在美国找个企业 你说你从伦敦哪儿到哪儿 拿着学历 他们才不知道呢 对吧 何况这么多中国人都已经知道 美国这大学那大学了 所以说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我没有说不厉害的意思 对吧 然后我的生存欲还是挺像的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钟牌30多名 所以说很多学生 他奔着钟牌去 我能理解 我真的能理解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个心态 因为很多事情还需要发展 对吧 商务学院整个金融学这个项目 说真的 我觉得以这个课程开车的理论 你还真的别想着去混日子 这也是很多去加州留学的 尤其去留学 很多我这些年四年半的这个 好业经济很多的学生去留学 就是我一定要去加州 好事好喝好玩好日子过着 对吧 但这个项目 我估计你真是混不了日子 这个项目 你想实证类经济学 量化经济学 量化金融学 实证类的 empirical finance 你怎么混日子 数据分析 你混不了日子 项目应该交叉很难的 我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量化的能力 数理化的能力 你怎么混 这不是说过去学一个 来我们一块来学一个商业管理学 你不是说来我们一块来学个商业交流学 不是光说的 这是要做的 这个项目 所以说这个项目其实 开了还是文达文的挺扎实的 回国呢 综台也好听对吧 然后 其实这个项目你要说真的 咱们放开UC3nego不说 放开整个REDI商圈不说 就单说这个项目 你要说真的 在美国找工作应该也不拿 他没有公布 他连项目统计 就业都没公布 有些人说 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是因为他一个项目上没有必要统计 他只统计到MBA 他就每次听到这话 就说呵呵 你就看看前30前40前50上月 是不是基本上每一项都统计了 所以说这个 他没统计 其实你就 其实也隐藏了一些东西 大家能要他说什么吗 对吧 我是给 我是给这个 我录视频是给 已经在一个大学的很多的校友 其实留面子 我不想有时候说太太露骨了一些东西 好吧 他没有统计 来自于三个国家 中国美国印度 能理解了吗 所以说在这个 值得去嘛 其实好地方 值得确实还是值得去的 项目本身开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项目整个的 以数理化的来教这个 不管是在国内 国外就业都还是可以的 加州啊 我最后说两句 加州既然聊了加州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就是加州大学这几个分校 说一句 加州整体大学的能力是很强的 他各个分校 基本中国排名都很高 加州的中国人很多 这也没有错 华裔 我们叫他华裔吧 华裔也很多 因为有些人有绿卡 他也不敢说 是吧 他华裔 华裔很多 华裔在加州大学里面 两极化分的非常严重 你要想混日子 吃喝玩乐 天天开个Maserati Maserati Mercedes Benz 天天 去蹦迪 你也会有去那个圈子 而且那个圈子很大 我怎么知道的 我没事去加州溜达 我还不知道 对吧 那 两极化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真要有学籍的人 也出了那么多中国的科学家 华裔的科学家 或者中国的科学家 所以说这个两句话 跟着这个 如果你是看这期视频的家长 如果你孩子去这儿的话 真的把持住自己真的很重要 加州的诱惑还是很多呢 加州不像是 加州不像是说 你找到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大蒙村里面 包括Indiana University 什么 谈一场玉米地的爱情 都不是 他真的是各种吃喝玩乐都有 圈子也非常复杂 包括前两年不是出事那个 中国留学生在加州很长长长 回国洗大麻那个那事情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 把持住自己是很重要的 整体的学术氛围还是有的 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 加州的这个大学的整体的综合排名 实地在这摆着呢 包括这个项目 整体数理化的方式来教这个金融学 也是非常的少见 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的教学思路 可以看到跟奥林的商圈 或者说是西蒙的商圈 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商圈 包括凯斯基础的 都是完全是不一样 一种独特的应用经济学 和应用金融学的理论来讲 好吧 以上就是Universal California的 San Diego的 Risk of Management的 Master of Finance 金融学的硕士项目 如果你想对哪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可以给我 发邮件或者留言 如果你在邮件上想得到 我的个人帮助的话 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的first-time-last-minute finnixquare.com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